不得不说 众人眼中 脾气和名气并存的千知乌老板 真的很神秘 就比如这一段 和沈丽灵人的对话 虽然千知他的是服装店 但店里来的顾客 除了光鲜亮丽的妇人 还有凶神恶煞的暴徒 说真的 千知老板 是不是黑道白道 各拉了一条情报网啊 就连夏洛蒂都说 店里除了风丹贵妇人 和慕名而知的外国游客之外 还经常会来一些 看起来就不好惹的角色 但不管怎样 他们手上几乎都提着 礼物样式的东西 而且 情报员这种工作 千知真的很熟练 不仅为夏洛磊提供情报 而且必要是 还会出面打掩护 能快点吗 有事想拜托你 这不取决于我 你知道的 取决于那位主角选什么 所以我这不是来帮你了吗